美國比你笨嗎 日本比你笨嗎 香港比你笨嗎 新加坡比你笨嗎 人家都發現金 政策你想不清楚 然後 我如果是朱鎮商 我就 朱鎧到底位置保不保 其實大家真的沒那麼關心 真的關心還是老百姓的肚子 今天疫情拖這麼久 雖然說啦 三級只有兩個半月 三個月 但是其實已經一年多時間 因為受到台灣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有些行業是蠻慘的 那有些行業是不錯 比如說外銷還不錯 外送 宅配還不錯 但是很多產業 餐廳 旅遊 計程車司機 遊覽車司機 觀光業等等是很慘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救急不救窮 我認為紓困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搞個券 還在那邊印刷 還在那邊發這個券 那個券 原水救不了進火了 對於不需要的人來講 真的我真的不需要這個券 對於需要的人來講 我覺得這個券好像可有可無 所以這是為什麼大家 全民覺得希望獻金 而且他是搞過三倍券的 那個效果其實並不好 他自己吹牛很好 連審計不都打他臉嗎 所以民進黨裡面有些委員反對 並不是因為委員本身反對 而是他們的選民反對 民意代表就代表民意嘛 當全民 你看消極會做的民調也是 百分之九十幾都希望你發現金 當大家都認為現金 而且你認為美國比你笨嗎 日本比你笨嗎 香港比你笨嗎 新加坡比你笨嗎 人家都發現金 就是你要搞個什麼這個券 那個券 而且還講說一千元才有參與感 一千元才有什麼成數效應 否則現金會存起來 今天真的說五千元發下來 捨不得發存起來 他還真的窮啊 還真的連這個錢都沒有 對不對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呢 你就發現金不是最快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英系的立委 或是民進黨有一些立委 他們因為民意的壓力很大 所以他們去反應 那蔡英文呢 我覺得也是黑白臉唱雙簧 那所以壓迫的數字上 他非要改不可 那所以我也講 我是這次數字上自己打臉書正常 從什麼109萬人可以不交一千塊 到900多萬人可以不交一千塊 到現在大家都可以不交一千塊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嗎 那現在這個立委要求他就轉換 就是拓面自甘嘛 所以你政策你想不清楚 然後鋼閉自用 然後自以為是 搞出了這麼個制度來 那還叫五倍券嗎 沒有一千塊沒有五千塊叫五倍券 那名稱都不對嘛 那你又叫振興券 那不跟馬英九消費券差不多 馬英九也是這樣子啊 但是馬英九是消費券的始祖 他都認為說 現金比較好 那你還去搞學他 東四孝平搞個消費券 不是很好笑嗎 那當然也證明說 蔡英文跟蘇智商的確中間 關係是有問題的啦 所以彼此之間 這個政策有這樣大的差異 我如果是蘇智商 我就辭職不幹了啦 我的政策不能夠接受 我就辭職了 但顯然他很想幹 還繼續幹才對 他講那個3加11不是破口 就讓人家生氣了 台灣人是很寬容的 這個事大概就沒有再繼續追究他 你把疫情搞好就好 現在有資料來勢洶洶 大家很小心嘛 那他特別為了帛琉 他特別要講說3加11不是破口 所以我在講 我說陳時中才是3加11破口的罪魁禍首 甚至有人講說你就是破口 的確啦 因為從那邊才開始阿公店啊 什麼獅子王啊 一路搞搞到今天 這個要造成這麼多行業受傷害 造成要花一兩千億來紓困 就是因為這個破口嘛 然後他現在有講說疫苗不夠 那就減少疫苗站就好 那你乾脆把疫苗站都關了不就好了嗎 大家沒有疫苗可打 疫苗就不缺了嘛 這太阿Q了嘛 你疫苗不夠你有責任 對不對 你不但現在不負責任 還講那種調侃的話 你疫苗站開那麼多幹嘛呢 那大家打疫苗當然疫苗不夠了 少開兩家就好 只開一家就好啦 甚至不要開最好啊 講這個話就應該下台 講個什麼 這種話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很生氣嘛 這真的是何不食肉迷 這讓人家生氣 陳時中這件事情 他其實已經吵了很久 那董事長也有提過說 你想要他下台嘛 不知道說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早該下台了 他也很累了 也做了很久了 看那個樣子 但是問題是 他下台誰接呢 你說本來這個事情應該行政院長來做的 行政院長不碰 躲到後面去 那你說賴清德來接 我看蔡英文也不太相信賴清德 也不想給賴清德這個舞台 你說陳建仁來接 第一個陳建仁現在也不是在政府裡面的公職人員 而且陳建仁為那個高端疫苗搞得我看形象也壞了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他可能也沒有人來接 能夠接的人可能也不願意來 所以就叫陳時中在那邊拖屎狗拖啊拖啊拖啊拖 等於做蔡英文的擋箭牌 所以呢雖然大家都覺得陳時中真的應該下來 但是呢為什麼還拖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就第一個他可能不好找人 第二個呢適當的人他也不願意用 就拖在這個地方就把他當擋箭牌 我覺得從頭到尾就是這樣 從頭他阻擋比如說BNT進來 然後在國外訂貨訂的不多 最早的時候我們一共才訂了1900多萬劑 1900多萬劑怎麼供我們台灣人打兩劑呢 不夠嘛對不對 所以他那時候預計高端聯亞各訂1000萬劑 所以那邊就2000萬劑 加上你這個1920萬 他認為4000萬劑可以讓人家打兩劑 當然反彈聲音很強烈 疫苗也不夠 所以後來美國捐啊 日本捐啊 所以現在我們收到的疫苗是捐的比我們買的 到的還多嘛 那你比如說以BNT他就看得最清楚嘛 那開始阻擋人家 EUA也是到7月23號才發吧 還是8月3號才發 8月3號才發EUA 發得那麼遠 你早點讓他進來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你就不給他進來 說因為有復必泰不給他進來 那新加坡也用復必泰 郭台銘去捷克打的也是復必泰 日本進來的也是復必泰 就是台灣不要 讓人家重做 讓人家新做 所以才會拖到9月底或10月初嘛 那為什麼呢 就是希望造成 我認為就是希望讓大家覺得沒有疫苗了 那你沒有疫苗怎麼辦呢 那只有高端嘛 只有聯氧 只有國產疫苗 那因為是空窗 所以很多地方他要看 他說你如果沒有疫苗 你就得做那個快篩 或做PCR 那三天做一次快篩 三天做快篩很麻煩嘛 甚至有些補習班啊 學校啊 老師啊 家長啊 就要求說這些老師一定要打疫苗 那沒有疫苗可打怎麼辦呢 那只好被迫去打高端嘛 我覺得整個就是用心就是設計 設計出一個空窗期 然後逼著你這個非打不可 逼得高端可以乘虛而入 就是這樣 你整個看起來就是這樣 其實高端已經宣布就是 他送巴拉圭EUA這件事情 但是聯亞現在還是此時沒有進度 那不知道現在民進黨是想要捧 哪一類型的高端讓民眾去施打 你高端到巴拉圭申請EUA就很好笑嘛 全世界那麼多人就跑到巴拉圭申請幹嘛呢 他還說他的三期要到巴拉圭去做 我說做三萬人 不是做一千人 做一千人做什麼呢 人家都是三萬五萬在做第三期嘛 那你高端真的有本事 你除了申請台灣的EUA 你還應該申請WHO的EUA嘛 WHO現在批准了六種EUA 那又不是申請那個呢 對不對 那到美國申請EUA嘛 這個才是世界才會認證才會通信 我問你嘛 你拿那個今天巴拉圭給你的EUA有什麼用嘛 你到哪個國家人家承認 除了巴拉圭以外 或者他旁邊那些國家以外 申請這個很好笑嘛 對不對 自信大一點嘛 去弄比較要求嚴格的國家申請EUA嘛 那才有用嘛 否則你申請EUA 台灣人也不會因為巴拉圭給你的EUA 好棒好棒 所以我就相信 還是不相信嘛 帛琉情況當然稍好 是因為帛琉沒有確診的啦 他是零確診 所以這點比較好 但是還是要很小心啦 你比如在機場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們的人 我覺得今天不是我們怕帛琉的人 是帛琉怕我們啦 因為我們也怕我們自己人啦 比如你在機場有沒有 你這同團的總會接觸嘛 那有沒有可能被感染 在飛機上有沒有被感染 有沒有可能 像這些都要很小心啦 另外你到機場有沒有接觸別人 有沒有接觸櫃台人 還有你到帛琉對不對 那帛琉是不是只有台灣旅客去 其他旅客都不去 那如果也有其他國家旅客去 甚至很多美軍在那個地方 你有沒有碰到 那這個時候都要很小心 所以我是覺得說 做了這個重套的決定 當然我想是因為美國在後面啦 主導啦 所以你也不得不賣美國的賬啦 上次帛琉總統來 不是美國駐帛琉大使也跟著來嗎 那就是監軍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的包括你上次3加11的會議 這次的會議都要寫清楚 發生事情誰負責 不可能沒有人負責 他們現在就說沒有會議紀錄 所以沒有人負責 怎麼可能這樣呢 因為誰負責 要負責就會很緊張嘛 就會去盯整個的進度 不要有差錯 沒有人負責 那誰也不管啦 一推這個 通通推給別人啦 這是不行的 所以帛琉這個事情 還是要很小心 不要以為說一定沒問題 大家還是很擔心 千萬這地方不能變成一個破口 真的要是想要不要 你聽到嗎 我會想要不怕 有策略嗎 我會想要不怕 我會想要不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